黑色的超级英雄有哪些 第五位 黑色超级英雄 钢铁侠二代 莉莉·威廉姆斯 根据漫画原著的剧情 莉莉·威廉姆斯将会替代钢铁侠 成为漫威宇宙钢铁侠二代 理由是他也能造出强大的钢铁战甲 厉害 我给你个弹幕哥 现在真是什么人都能造战甲了 所以莉莉·威廉姆斯将会成为 未来漫威宇宙最重要的角色之业 你觉得这能成为二代钢铁侠吗 第四位 黑色超级英雄 火车头 来自于黑豹纠察队 这家伙在五号化合物的刺激下 奔跑速度竞争能达到 惊人的1335公里每小时啊 可以说十分离谱了 第三位 黑色超级英雄 舒瑞公主 电影黑豹本来是漫威打造的超级IP角色 按照以前的计划 黑豹至少能拍三部全 但是万万没想到 黑豹在现实中下线了 哦吼 一下子主角都嘎了还拍个屁啊 但是漫威又不想放弃 黑豹经典IP 于是找来了舒瑞公主 成为二代黑豹 你怎么看 第二位 黑色超级英雄暴风女 来自于X战境 欧米加级别变种人 暴风女家族传承操控天气的能力 已有数千年 天生就可以操控雷电 什么制造龙远风 下暴雨 下冰宝都没问题 后来与瓦坎达国王黑豹结婚 成为了瓦坎达王后 不过后面又离婚了 第一位黑色超级英雄 列英 目前聚集 列英与东斌已完结 列英正式成为二代美国队长 我的天 连美国队长都能黑化 确实厉害啊 看来黑色血液的渗透能力确实强 另外为了让列英的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 漫威还准备推出新电影 美国队长4 但是主角不是美国队长 而是列英 到时候东斌还得继续当小弟 不过这次他的大哥 变成了列英 嘿嘿 真不错呀 第零位黑色超级英雄 战争机器 述我直言 黑色超级英雄中 就战争机器 还有点排面 战争机器早在钢铁侠一 就加入了漫威 属于元老级别配角 这里战争机器终于快熬出头了 漫威打算推出剧集装甲战争 到时候战争机器可以名正言顺的 用托里斯塔克的技术 成为剧中的主角 也算是继承了钢铁侠的科技财富吧 也比什么钢铁侠二代好吗